中国已故的著名学者钱中书在40年代出版的名著《围城》当中 描述了一名海外学子方鸿健因为留学多年 没有办法获得博士文凭 感觉无法向家人还有乡亲们交代 只好是从这个骗子手中买了个子虚无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学位 依锦还乡 事到今天中国的野鸡大学可却遍地都是 现已查明中国有150所大学是假大学 请看以下本台记者的相关报道 中国大陆一家名叫上大学的网站 近期分两批公布了150所虚假大学的名单 这份百所虚假大学警示榜透露 假大学遍布中国13省超过7成在北京 他们的目标就是那些没能挤上独木桥的高考落榜生和低分考生 当然还有他们心急如焚的家长们 多数野鸡大学的名字和那些著名的正规大学 只一字之差 如北方鸡科大学 上海经济贸易大学等 上大学网站还发现 很多假大学的学校简介 直接抄袭真大学往年的简介 向北京城建大学就抄袭天津城建大学的简介 不过 这些野鸡大学并不怕被曝光 向北方鸡科大学的网站 目前仍在正常运转 甚至还在继续招生 现在民间还是普遍的都有这个想法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个大学文凭 在这样一个市场的需求下面 官员们对这个大学的管理 有很松 没有严格的一个审批制度 你只要有关系 能够贿赂官员 那么就可以办下一个大学的营业的执照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指出 中共推行教育产业化 把办大学变成了赚钱的手段 教育场所变成了商业腐败的场所 实际上 这些非正规大学的招生 因文凭问题发生冲突的事件很多 如在2006年10月 江西省民办的干江职业技术学院 和南昌服装学院 接连发生学生抗议校方 欺骗学生 诡造文凭 5000多名愤怒的学生 放火焚烧教学楼 宿舍及汽车 当局被迫出动5000武警 用警犬和装甲车封锁校园 而2008年6月 南京炮兵学院的自费生 也因毕业文凭问题大规模抗议 2009年6月 南京工业机工学校数千名学生 因学校不颁发正规文定 集体游行示威 受骗的这些学生和家长 他就告了 告了以后也告不到这些假大学 而为什么 因为这假大学背后有人撑腰 他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界的腐败的问题 而且他实际上是牵扯到 整个中共的官僚体系 从上到下 全面的腐败 今年6月19号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 公布了2013年全球最具潜力大学排行榜 中国大陆高校无一上榜 香港有四所院校上榜 而且都在前40名之内 台湾则有五所大学上榜 这个榜单的排名主要依据13项指标 包括学校的创新能力 教学品质 研究成果 论文被引用次数 国际声誉等 孙文广认为 中国的大学都是由中共的党政机关主宰 所有的大学都关心自己的行政级别高低 而不关心学校的学术水准的高低 原宁波工程学院教授张新宇指出 中共办教育的目的正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 教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 所以中共办教育不是想为国家培养人才 而是为了维护它的专制统治 而是为了维护它的专制统治